哇 炒菜鍋用久了 鍋底都焦黑了 到底該怎麼辦呢? 今天開出 教你要用的方法 把焦黑的鍋底 由黑變白 真的是 算到了 哈囉 今天你好嗎? 我是左仁直視 讓我來幫助你整理收納和清洗 別讓周遭的環境 打來你內心的平靜 今天需要的材料有 臉盆 紗布 過期鮮奶 家裡如果有剩下這個 千萬不要擠得倒掉喔 這樣子就要浪費了 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先訂閱按讚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喔 第一步 幫炒鍋敷上面膜 這一步你可以在臉盆裡面操作 或者是直接拿到水槽裡面清洗都可以 那我今天會在臉盆裡面示範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先把過期的鮮奶倒出來 接著拿出沙布 把沙布直接浸泡到過期的鮮奶裡面 然後稍微的擰乾 直接覆蓋在焦黑的地方 為了讓大家做比較 今天先清洗一半 另外一半留著 待會可以讓大家做比較 那把沙布都覆蓋在焦黑的地方以後呢 過期的鮮奶拿出來 再幫它倒一點上去 讓沙布可以完整的吸附過期的鮮奶 這裡也要提醒大家 為了讓沙布上面的過期鮮奶 不要這麼快乾掉 所以我們再加一層保鮮膜 讓它有保濕的效果 第二步 等待60分鐘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等待60分鐘 如果是成年累積的 建議你等待2到3個小時 這裡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當鮮奶過期以後 它會慢慢的從酸性變為鹼性 所以具有去汙還有拋光的功效喔 第三步 清洗乾淨 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先把保鮮膜還有沙布給離除 接著拿出鋼絲球 用它沾一點過期的鮮奶 然後在剛剛濕敷過的地方 開始刷洗 把剛剛濕敷過軟化下來的汙垢 通通給刷乾淨吧 好 那我們刷完以後 再用自然水把它沖洗乾淨就可以了 大家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左邊是清洗之前的樣子 右邊是清洗後的樣子 下一次家中有過期的鮮奶 千萬不要急著丟掉 趕快來試試看吧 讓我們一起找回家的感覺吧